不知道你這幾年有沒有注意到 少數好像跟健康劃上等號 因為原來它在我們的人體裡面 有這麼多的運作功能 主要呢 剛剛王老師說它有代謝 你看 大腦運作啦 呼吸運送 代謝 眼耳鼻口的代謝酵素 另一大類就是所謂的消化酵素 消化分解吸收等等 然後這邊包括了排泄 皮膚呼吸等等 都跟我們身體裡面的新陳代謝 是有關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跟大家談 酵素的原因 教授又說做實驗之後 第一名木瓜 第二名是鳳梨 我們吃新鮮水果當然很好 那就有人問 我們既然吃新鮮水果很好 那我們需要把它特別做成 比方說鳳梨酵素嗎 它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鳳梨本身 木瓜本身有它的酵素 可是它的酵素就是 重點在那兒單一兩種 但是你做成的酵素是 不是它本身在作用的 是微生物在作用的 所以微生物把這些鳳梨 這些木瓜 這些水果分解 所以 它的分子變很小 變得比較小 比如說它的糖就變成酒精 對 那原生物不是只有分解 比如說酵母精不是只有那個 把糖變成酒精的酵素 它還有其他酵素會把 木瓜 水果這些水果類的大分子 變成中小分子 那分子也需要時間 那最終做成的酵素 跟木瓜 跟鳳梨 其實已經不一樣了 你不能畫等號 所以它的效果 對我們人體就更直接就對了 所以很多人常常問 對 你就吃鳳梨 為什麼跟木瓜鳳梨酵素有什麼差別 因為現在在醫學界也是 西醫現在有用的 所謂鳳梨酵素 對一些什麼發炎 關節炎 聽說也是有作用 這也是在醫學上有證實的 所以鳳梨酵素有它 如果濃縮夠 我也看過單方 就是滿單一的這種 所謂鳳梨酵素 做成這個所謂的保健類的東西 所以就變成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你一直吃木瓜 吃鳳梨 你要吃 可能要吃到很多的樣子 才能達到那個效用 這可能比較差 所以王老師待會要教大家做對不對 可是大家就有疑問啦 在家裡自己做 發酵不容易成功 掌菌 反而會傷身 沒錯啊 我們那個病人就說 他也是看電視 然後說怎麼樣可以加進去 加一大桶 然後就像王老師說的 就把它沾沾放下去 然後時間到就 他中間可能有環境不好 我不知道 他說他 不是 我插個話 他是不是看錯 有一集我們是做那個果皮 要做清潔劑那一集 把他拿來吃吃吃吃 不知道 然後這狀況就不理想 然後全身都過敏這樣子 那也有那個病人就是碰到 就是已經市售的酵素 那大家覺得外國來的 那覺得人家吃得不錯 然後就買來的就當禮品售 結果他們家吃了全部過敏 你發氣喘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有氣喘的體質這樣 那我就說 你是吃什麼酵素啦 吃個這樣 因為這個病人本來就是來看氣喘 他看得很穩定了 然後忽然間吃了這個酵素 我們就抓起來 然後說 例如說你是不是像 我想說是不是像之前那個病人 自己做的 然後是不是也有其他的這個空氣 各種環境的條件 都沒有控制好 引起他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菌 或者是我們說的酵素 很複雜 有污染 然後他沒有 然後就四瘦 所以你就發現說 其實體質不一樣 雖然別人吃起來 很多的酵素 吃起來可能就造成你的 這個弱點就出現 這個就像很多人吃奇異果 會嘴巴腫腫一樣 他就是對奇異果那個 奇異果酵素有可能過敏 鳳梨或者對某一種水果過敏的 你再來做當然就不行 對 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但是其實消費者很難 你很難避免他不在家自己做 所以王老師待會好好的教一下 所以我就就跟我學生 FB問我 他說他要做那個傷症的酵素 發酵 問我半夜那個FB問我說 要怎麼辦 我是說你可以 但是你不能 不能一直讓它浮在上面 因為浮在上面 沒有在浸泡在液體裡面 它接觸空氣 空氣中的維生會在身上 所以很容易在 所以很容易在 所有的果粒 對 所以很容易在上面長霉 那我們帶學生做實驗也是一樣 你必須要去 一兩天去把它翻一下 所以教授提到有幾個 智智消除很重要注意的 大家觀眾朋友要看一下 如果不然我也常常遇到 有時候演講那個媽媽 抱了一桶說 王老師你跟我吃吃看 我這有沒有成功 我說你自己都不敢吃 拿來我吃吃看 你看 很複雜 還有我當人體實驗室這樣 所以看都要注意 第一個 你的溫度 要注意溫度 因為溫度越高 發酵速度會越快 那它 所以第一個保持低溫 所以我才有時候 我會教大家 如果我們不像教授 我那種實驗室等級的 在家你應該怎樣 如果今天是夏天 你要做很熱的話 你用當季的蔬果 對不對 你可以怎樣白天放冷藏 晚上拿出來放常溫 這樣的話它的溫度才可以 不能一直冰 一直冰它也不發酵 對 所以第二個 甜度 糖度一定要夠 那糖度夠當然 教授他們有做過很多的 這種各種水果去分析的話 你越甜了 當然糖就越少 剛才講甚至連葡萄鳳梨 不用糖也會發酵 那就要看你用的什麼材料 那第三個 當然有藥物殘留的 這個污染的蔬果要避免 因為它會影響到發酵 因為菌如果有農藥 它也會死 第三個 你的容器的選擇 盡量要不能用塑膠的 就是盡量用玻璃 或者是用那種桃的 桃瓷類的這些 比較不會有污染 因為發酵過程會產生一些酸 那我們都知道很多塑化劑 這種塑料那些酸會被吸食出來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幾個原則 好 王老師來教大家做鳳梨小素 好 剛才教授有提到 我們這個做酵素的目的 當然增加它的這個小分子 營養吸收以外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跟醋一樣 它是一個保存食物的方法 一個手段 還有一個 現在盛產鳳梨 對 我不可能把它冰到 沒有盛產的時候吃 懂嗎 那你也沒那麼多容器 所以把它發酵之後 你可以比較能夠長期保存 那首先一樣 你看我們的第一個原則 準備一個乾淨的玻璃容器 那當然最好是新的 不要裝過其他的東西 因為它有味道的干擾 第二個 買回家有點像奶瓶一樣 我們把它稍微熱水燙過 消毒 把它滴乾 風乾 整個風乾 那當然更嚴謹一點 我會拿吹風機 熱氣 原來是用這一招吹風機 把它整個吹熱 讓它確保所有的蒸氣都沒有了 平口也再吹一下 好 那再來你就準備這個 王老師的秘密武器 吹風機 吹風機 對 那準備這個鳳梨 新的鳳梨 其實我建議連心 因為心的酵素也不少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那當然這個全程建議 你在切這個時候 不能沾到任何的水 所以連你的砧板 其實都要乾淨擦乾風乾 甚至我講的吹風機吹乾 那你戴手套 把它切塊這樣 那鳳梨品種很多 你有建議哪一種嗎 其實剛才這個建議 這個品種 會跟你用的糖有關係 因為現在的金鑽鳳梨 怕死人比糖果甜 所以你的糖分就會變少 那如果你買那種土鳳梨 現在比較少了 那種鳳梨會刮舌頭那種的 那種鳳梨酵素其實更多 像我們今天用這個 大概是如果是五百克 一斤 那我們大概就用一半 大概二比一 半斤的糖 那我們就一層把它沾到 你這不是白糖耶 就一般我們用黃色的 甚至有的人會用蜂蜜 蜂蜜也可以 或者是用黑糖 只說黑糖顏色會 會有顏色的干擾 所以用白糖 或者像這樣子的黃糖等等 有差異嗎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糖也是 這個酵母菌的食物之一 只是要餵養它而已 那我們再沾到之後 把一層一層放上去 所以你看你如果做葡萄酒 那阿嬤以前小時候做 也是這樣 就是把洗乾淨的葡萄 把皮釀乾 或者是我旁邊有做 那個檸檬的或梅子的 其實做法都很雷同 只是梅子會在搞當喔 原則都是一樣喔 梅子是做法不一樣 梅子你要先抓鹽去涉水 才可以醃糖 對 它的做法插在這裡 檸檬的這個外頭的皮 基本上你把它削掉了嗎 對 其實檸檬 因為檸檬那邊那個皮有精油 吃起來會影響口感苦苦澀澀 而且對腸胃也不舒服 所以我是把那個 綠色的油的那個皮刨掉而已喔 所以我留著是上面有 那一層白白的喔 有喔 大家知道那一層白白的 營養很多喔 那個獵黃桶 或者是那個什麼檸檬苦澀這類 所以這樣效果做起來是苦苦的 苦澀苦澀那你一般擠檸檬汁 就是酸的而已 差別在這裡 好 那我們就把它這樣 稍微均勻平放之後 那再把最後這個糖把它封在上面 那你就均勻的把它蓋 這個要蓋密 蓋密 那把它稍微全部 搖一下 全部都幾乎都 鏡頭看就是每一個鳳梨 幾乎都有沾到 你就發現這樣沾好之後 你發現一般像放室溫 像我們這個空氣剛才講的 低溫比較好 它的慢慢發酵比較太高 所以一般我們現在夏天 會超過三十度 其實你一定要找一個 涼快一點的角落 或者是真的大白天 你就放在冷藏 冰箱 晚上下班回來 才放在常溫 因為晚上的溫度會降到二十左右 那白天可能會三十 所以就是晚上讓它在外面過夜 然後白天把它冰到冰箱裡面 對 沒錯 那你看這個是 我已經發酵了大概一個月 你會發現它的氣泡 我先搖 因為剛剛已經氣泡消失了 其實它如果稍微搖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氣泡很多 所以觀眾朋友也可以自己用這樣子 用這樣的方式來判別 是不是已經做成效索了嗎 沒有 不是 這不是判別發 是你在這個過程 你一天開始之後 它慢慢幾天之後 它就會一直產生很多氣泡 所以你的蓋子不能 這種可以錯過 它會蹦 所以蓋子也應該要 你要稍微 可是教授不是說要翻一翻 對 沒錯 因為一般你這個 它的汁還沒有冒出來之前 你要稍微給它攪 還是要攪動一下 讓它全部沾到那個糖水 如果它產生液體比較多 它還沒好的時候 它會浮起來 對 但它到熟成的時候 它會再沉下去 沉下去 對 所以這個狀態算是 還沒中間而已 因為這一個月 大概要兩個到三個月 我覺得它沒有很明顯地浮起來 還是沉下去 對 但這個過程 因為我們現在這溫度低 我今天有搖晃到 如果我在家裡會發現 它會一直氣泡像啤酒這樣 它有大量的氣 基本上它應該比較 算是浮起來的對不對 現在大概一半了 已經可以半浮半成 那這個不是我們有加水 這完全是鳳梨汁 它這現在只能處於 在發酵的過程裡面 所以就是剛剛你把這個鳳梨加糖 一層一層一層放 大概放多久可以變這個樣子 這一個月 一個月 但是它 剛才叫我講 我們還沒有穩定沉下去 等它整個完全沉下去 大概要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 要看你的溫度的這個差別 還有每一種水果的差別不一樣 所以在這兩個月 要好好的照顧它 避免它變質 就是每天要把它送進冰箱 再拿出來 像 剛才叫我講 像我們沒有 我們這小桶的 我們沒辦法不用去這樣攪拌它 其實你就蓋密一點 把它稍微搖晃一下 讓它去沾到 就浮外上面的全部都有 它剛才講的 不要讓它浮在上面的接觸空氣 因為浮外上面容易發霉 因為接觸到不同的病菌嘛 王老師 以你自己來講成功率 如果剛開始做的人 成功率大概多少 謹守這些原則 放冰箱拿出來 然後稍微搖晃一下 其實所謂成功率 就是味噌條件的問題而已 如果你切你的這些手 我們講戴手套 酒精 甚至有的酒精 把它噴一下消毒一下 幾乎我做沒有失敗過了 好 所以你說如果是鳳梨的話 大概是鳳梨跟糖 2比1 兩份的鳳梨 一份的糖 對 但檸檬就不一樣 檸檬大概我會用到1比1 檸檬或梅子 因為它本身不甜 都是酸的 我覺得大概幾乎用到1比1 OK 好 廣告之後來看 那酵素的好朋友又在哪裡 在這個喝酵素的時候 再吃哪些東西會更好 因為王老師 酵素怎麼樣運用 你待會兒要告訴大家 在生活當中如何料理